好,那你自己呢,未來想要做什麼? 我自己現在在準備考工作的一個老師 因為以目前來看我自己的這一組 我希望我可以先進公職試試看 因為公職他是一個 算是我們這一組最弱的一個東西 他可以進去裡面才會碰到各式各樣的問題 然後我們這邊出現什麼問題 不管你是被分配到 中央單位機關署可能就是解決一些疾病的問題 或者是你到地區上 衛生局其實就是在做微教 對,這邊是比較,我比較喜歡的 那最後就是,你會後悔讀這個科系嗎? 因為這是我自己選的 但是我為什麼功課要做這麼足 其實是為了說服我爸 因為我爸非常的 就是他不懂這個科系在幹嘛 對,然後他覺得 沒前途啦 真的真的很,很現實啦 對對對 因為講到公共衛生 大家很久會問你說 所以你是選擇廁所嗎? 哇,這個就有點 就是大家的刻板印象嗎? 你還遇到哪些比較有趣的刻板印象? 沒有,就是大家統一都回我說 所以你是選擇廁所嗎?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你還想扒他頭是嗎? 沒有,我後來就習慣了 我覺得是翻譯的問題 不知道為什麼翻譯公共衛生 就像英文是 英文是 大眾健康啊 大眾健康啊 那為什麼叫衛生啊? 對啊,我覺得很生氣 所以叫公共健康都比較好聽 好聽而且專業一點啊 然後他就叫公共衛生 我那時候真的去報的時候 那時候公共衛生是 一點名氣都沒有的時候 現在的? 現在真的還蠻厲害的 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像以往過年 每一年回去就會被問說 所以這時候要找什麼啊? 所以你以後要做什麼啊? 那是我的想像的畫面 對,因為他們都不知道 我到底在念什麼東西 然後你解釋了他們也 聽不到 對,他們其實不想聽選擇 選擇性 他們就只想炫耀幹嘛 對,對,對 親人真的是 欸,過年 這鼓勵一下過年不要亂問嘛 親戚好久見一次面對不對 對 然後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那趕快嫁一家啊 這個我也覺得很討人眼 為什麼女孩子一定要嫁人 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可能覺得我賺不了錢 趕快賺不了錢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 我對公共會很有熱情 對 但是公會真的沒辦法賺到錢 對 除非你 從政也不算賺大錢啊 對,我覺得 其實公會戲 它就是 為一個名字 你就要想著它很美好 對,你要把這個熱情一直存著 你就不會後悔 但是偶爾賺不到錢的時候 有自己在家裡的時候 也會覺得我當初為什麼不去念其他戲 真的真的 我覺得這個 我自己也是一樣 半夜的時候 缺錢 就看到自己同窗的朋友 然後 買房子買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 啊 痾 當時明明就差不多的狀態 痾痾 痾痾痾 痾痾 你覺得想要讀你們科系 需要有什麼樣的特質 或者需要先做到什麼功課 想要念我們科系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你要 痾 很 好像也沒什麼特質 你想來 你就可以拿 因為我們東西真的 範圍太廣了 我們各式各樣的人都有 所以我覺得就是 不要怕交流 就是 表達你自己 想要表達的東西 我覺得很重要 所以你覺得自己在 呃 上這科系後 跟別人溝通 你有變好嗎 跟別人溝通 有 就是 因為我們的科系 其實主要是 就是 就講到疑人 但是人又會 比較需要被保護 比較弱小的人為主 所以我們很多 接觸老人 跟接觸小孩的機會 對 你會更懂得 就是小孩的語言 跟老人的語言 對 這方面 就是語言交流啦 然後我覺得我們科系就是 要有 真的要有熱情 進來做這件事情 不然你一定會後悔 要有熱情 不然你一定會後悔 一定會後悔 放了他 對 然後 一定要對做自己 有興趣的事情 對 那還有什麼想法通嗎 大學 要好好玩 大學要好好玩 這很重要 對 就是 但是也不是課業 可以完全放掉 就是 其實兩邊是可以兼顧 大學時間真的蠻多的 我覺得 對 但是 就不要浪費四年 一定要玩到 對 不然你出來會很辛苦 對 工作以後 工作以後會很辛苦 對 工作以後會真的很辛苦 好 謝謝你喔 謝謝 掰掰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分享訂閱 拜託 謝謝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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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